建工營住宅是引证止渴 喝毒药来解渴 下一张 科市长你是要编预算 建工營住宅住给苏妮 可是你又要编预算去补贴 这个缺口 然后建高楼呢 是要提供13,230人 住进广池 下一张 断层就是这个位置 再下一张 断层除了主要破隧带 还有赤要破隧带 前后宽度是170公分 所以整个广池到后面 只有后面不是断层 前面都是断层 下一张 断层的部分 suppose应该要避免去建建 如果各位看到地调所的副所长 谢凯旋副所长的报告 他是强调有地震带都要避免建建 所以这应该是进建区 下一张 那现在我们的网络那么发展 如果你建了一个公营住宅 那申请的人 他看到说这是有地震的 有土壤异化的 他愿意搬过来吗 那你盖好了 没有人愿意搬过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变成文营大楼 那相反的我们来看 市政府把永春皮要建私立公园 那私立公园会资深蚊虫 这有登革热的风险 那那个地方又比较偏僻 所以那个公园的利用力会低 会成为治安死角 那他又是在市寿山旁边 他的功能是重复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让他成为公营住宅的地区 然后广石应该成为公园 同时成为防灾公园 OK下一张 目前的这个 里民的这个疏散方向是盖好的时候 疏散是从广石往周边去疏散 请问周边都是盖了老旧公寓 是不是更危险 这种疏散的计划是对吗 这是我们死的 OK 接下来 这是我们提议的解决方案 参考日本六本木 他的都根案 他是从容积率330调高到840 然后他的鉴壁率是由45到65 OK 所以这个如果是市府不往这方面去考虑的话 都根会牛部化 OK 那我们希望广石成为公园 是让台北市民有比较健康的肺 然后我们请市政府帮我们规划说 加速都根为耐震更高的助长 下一张 让广石的断层带成为防灾公园 为什么大安公园旁边都是突然异化 它就可以成为防灾公园 为什么我们的广石不能成为防灾公园 OK 那广石的安全区在哪里 96项之后靠近林口街80项那一段平民住宅是没有断层带的 OK这个才是安全区这个安全区是盖这个的 OK那应该是永春匹来盖公园住宅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广石去盖商业大楼呢 为什么要跟市民去争这个商业不留活路给周边的商店呢 下一张 下一张 好 那个刘女士时间已经到了 OK 没关系 我下一张 刘慧如是我 好 好,那我們再重新開始計時三分鐘 好,現在我們都知道 液化區跟地震帶 你要在上面蓋的話 你要花比較多的成本去蓋它 然後非土壤液化區的永春坪去蓋公園 在這個情況下 市政府一方面說沒有錢 可是又要花多一點的錢去蓋公園住宅在廣時 然後讓永春坪成為公園 那個可以不用花那麼多錢去蓋公園住宅的 我們覺得很奇怪 市府的政策為什麼這樣 是不是有財團要你們一定要在這裡蓋商業區 下一個 我們的市長是我們的父母官 虎毒不食子 為什麼市長要把我們送到斷層蛋上去住呢 讓我們斷層絕孫嗎 有這樣的父母嗎 為什麼永春坪的居民 他們在陳情說要把它變成是公園的時候就過關了 但是我們廣時周邊居民陳情要成為房災公園的時候就沒有過關 為什麼你們要區別差別待遇呢 我們想請柯市長回應六個質疑 為什麼要在土壤液化區跟地震帶的廣時蓋高樓 而不是在沒有斷層沒有土壤液化的永春坪蓋公園 為什麼你允許財團來這裡蓋商業大樓 不把這個商業利益留給我們廣時周邊的居民 讓廣時周邊的區域成為商業區 第二為什麼在有地震帶的地方廣時的前半段去蓋高樓 然後把空地留在沒有地震帶的鄰近林口街的八十項 是為什麼他們是你的市民我們不是你的市民嗎 為什麼留空地提供日照權給林口街八十項的居民 那以後林口街八十項的居民他們都更的時候 那林口街八十項後排的居民他們日照權你怎麼解決呢 為什麼對你的市民是有這麼樣的差別待遇呢 為什麼市政府在規劃時僅考慮部分居民的權益 然後犧牲其他市民的權益 為什麼市政府在開發前這個地區是地震帶 那開發後市政府說我們可以用科技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那如果市政府可以解決問題的話 為什麼日本還有311這麼慘的地震 他們的科技會比我們落後嗎 OK 那我們的工程品質市政府夠保證嗎 市長你的任期只有四年八年maximum OK 但是我們要租進來的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那到時候如果發生了地震的時候 請問誰來負責 市長你要為這個開發案呢 背下臭名萬古的名嗎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陸上四位市長發言人 先階段性做個回憶 那個